《玩具TV》第十九季第一集 十九多季 是的 今次是玩具AV 像不像 可以的 今次真是 今次要介紹的是Bandau早前推出的Figurized Labo 沒有記錯 其實我真的沒有引經論點 應該是第三版 早前第一彈是星的雲奈 那個是否也是 Labo系列呢 好像是HG HG有出的 但第一彈應該是 Labo 第二彈是我最喜歡的初音 第三彈是連聖都改的二波明日香格蘭蕾 我忘記了 旁邊也寫第四彈 第四彈嗎 第三彈 還有一個是甚麼呢 更加少介紹模型的女Figur 對上一次介紹女Figur 可能有數到德哥 我們那隻很漂亮的女皇小丁 好 其實如果真的要說模型 其實我自己也有我自己一套的介紹方法 反而我想分享的是 特別是在裝組這隻二波明日香 藍格類的地方要注意甚麼呢 好 其實說明書兩樣長 一邊彩色 一邊雙色 一邊雙色 逐樣說回 其實就著這個部件 都見到今次 不可以叫今次 本來 Labo系列最大的賣點 就是一定是 它極度複雜的多色成型技術 而這個多色成型技術 當然如果大家回到二三十年前的 第一批早期多色成型XG 其實是類似的 它將不同的組件壓縮到一塊組膠上 令到它有不同的層次和表達 甚至連膚色都可以做到 好 其實當裝組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甚麼呢 因為今次這件是一件特別版 亦有很多電導件 一般情況都不能特別磨磨 收口等等 和一般模型裝組有少許出入 所以其實 當然 最重要的事情先說 我是模型新手 我現在純粹只是分享我作為一個新手 組裝模型的心得和分享 先戴頭盔 繼續 你會見到 其實它的水口位其實挺厲害的 所以一般製作方法都是 剪件 然後再剪小一點 二百 四百 八百 一千 這件是絕對不需要的 因為它是電導 所以你反而用一把利的紙手 剪完它出來 貼邊再剪多刀 你便可以儘量把影響減到最小 但由阿德哥看回這件事 因為有時一剪完 很流行就可能會變黑了 或者會透了底 這款有否大問題 其實如果拍攝鎖 都會見到一些所有的現跡 不過我挺建議大家用 我覺得看著台灣製 其實我沒有記錯 我之前也有嘉賓介紹過一些電導式的台灣油 有一款電導熊是很合適的 Anyway 我找到我之後再跟大家介紹 好 真是說回裝組要留意的東西 剛才提及了處理金屬式的所有問題 另外要小心 我也不差再說多一點 其實在裝組你會見到 它胸口的位置 原則上應該有塊膠 但我這盒就不知為何 這塊膠就飛了出來 作為一個無形的玩家 你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名的香 本身看到這個不知為何會脫掉的位置 原本就是胸口 和後面的臉部位 本身你見到其實手肘和腰 亦都有相類似的橙色軟膜 啤膠 當你真是對於一件作品有要求的話 其實我的處理方法就是 浸熱水 然後麻煩你用一些 撬開模型專用的那些 我不知道是否叫做 夾或是甚麼 在那些穴位上慢慢慢慢撬 對 但其實我看回 當像旁邊的位置 其實它真的很貼 很薄很貼 所以你撬的時候要很小心 對 不然你會就著肉色這些位置造成傷害 明白 其實撬也需要一點時間 你不是說一下就可以撬開 它是貼得很緊 對 當你撬開之後 它本身也有一層類似軟膜 還是膠水的東西 你到時用清水 不斷擦就能脫掉 不用用薄膜 千萬不要用薄膜 對 沒錯 這樣就完成了 但你之後就是這樣 你沒有噴任何東西上去 沒有噴任何東西上去 所以你問我 本身你真的要求 當然這個叫做事組 我將來還要做的功夫 就是可能拆出來 肉色我噴上燒光 頭髮可能噴上半光澤 然後用舊花粉 或者那類型的東西 將那些髮紋整回心 整回一層次出來 我相信已經是不同層次的東西 繼續 好 另外要留意的 就是身體裝了那時 一些貼紙 這亦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在裝了那時 記緊一定要用扭葉鉗 將這些貼紙 夾出來 慢慢黏上去 夠不夠力 因為它這麼幼身 很夠 放心 對 它這麼幼身 近時一黏上去 會彈起 不會 你黏了 你只會回不了頭 所以你都會放心 而且很佛心地 因為Bandau 就著這張貼紙 它全部和你起啤 真的要 所以你有什麼三長褲段 其實我都叫塞 塞手了一條 看到這裡 黏了一條 我是有一條塞手的 所以變成了 你都不用太擔心 你塞了手 你還有一條 一個機會給你 好 好 然後另外要留意的 就是一些螢光式的配件 你會見到 它是小到糟糕的 簡直是那些 好像那些框 剪出來的粒 對 我本身用一些 模型工具 有一個洞 把碎件放進去 它比碎件小 對 很像 所以我很肯定 你落了地 一定找不回 地板精靈吃硬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這些小小粒的位 但它會有螢光 對 沒錯 所以晚上它會更加激化 另外就是 手的枝位 亦是很小的 所以裝了的時候 要留意 而且當你一進去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就著洞位 慢慢推進去 如果不是很容易白化 其一 其二是你一按下去 你歪一口 你又玩完 沒錯 即是七個水 所以裝組是否很困難 我就不敢說 但要留意的地方 其實都真的不少 其他特別裝組的位置 都沒有很複雜 以及要留意 但真的要跟說明書 逐個逐個步驟去搞 因為它這個姿勢 它是真的跟著步驟 你才能陷入這個形態 所以不要想著 我先組裝兩隻手 你千萬不要這樣 你看背部便會知道 因為它的頭髮 那些手 不斷繞繞繞繞 都有很多層次 如果你一組裝錯 就要再拆 再拆 沒錯 都可以慢慢真真正正 轉一圈 給大家看這件特別版 在造型上有甚麼特別 當然 雖然它胸口和蝕毀那兩塊膠 不知道為何會突然脫掉 你見到其實明日香側根 這些透明的保護衣 它其實是有一些摺紋 塞紋 對 所以整件東西是非常細緻的 重點都可以再拍一次給大家看 都非常厚肉 造型上也不用說了 它一定會選擇一個非常自然 而又性感的姿勢 明日香就著這個姿勢 選擇搏頭髮 將她最少女的身形 表達出來 都是那句 喜歡明日香的朋友 似乎你早前沒有入手 簡單版的 這隻電腦特別版 我都覺得是絕對值得推介給朋友 得哥 那你覺得她的好拍檔 寧波麗 會否有機會出這個模型版本呢 我覺得機會大 是嗎 我覺得三條裏都有大機會 即加上色波 是的 另外也可以留意台座 暗暗地你都會見到本身一些黑紋 寫上本身Avigalian的字樣 整件東西就是這樣 大師兄問多少錢 哪裏入手 Pemium Bandaiu 七九幾 現在炒價我不知道 因為我永遠不會追炒價 喜歡應該就神早入手 但有普通版的 是的 普通版三九幾 好像都很少貨 都出了能力 是的 有些朋友說已經買不到 是的 都很少貨 所以你說本身就著福音戰士的產品 特別是鋁 都喜歡做少少出手 總是無形 我想真的很少很少會出鋁 鋁 真是人就大把 好 今集玩了這麼多 喜歡濫鋁 不是 喜歡明日香的 想一想 是的 好 待會見 先用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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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